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 讲述的是一个叫刘健的中国特工 被上级派往法国 帮助警察局抓获一个毒品走私集团的故事 他根据照片上所显示的餐馆与街头人会合 安顿好后他便去酒店见高级督察理查 接着刘健服从理查安排去现场逮捕毒贩 但是在监控毒贩毒品交易时 两个妓女闯了进来 并且把毒贩带进了房间寻欢作落 刘健连忙赶去监控室寻入情况 他通过监控观察到情况不对 烈火速赶到了现场 可这时其中一个妓女已经用发簪刺伤了毒贩 他用中国的针灸迅速帮毒贩止血 然后打电话求证 督察理查却闯进来 枪杀死了毒贩和妓女 接着叫手下关掉监控故事 企图将罪名嫁祸给刘健 刘健明白了原来理查和毒贩同流黑屋 他便趁理查不注意迅速跳窗逃离 前往监控室 举走理查杀人的目像 理查得知后大肆追捕 刘健逃到了洗衣房 并通过一个通道逃出去 接着躲在警察的车底 才成功夺地追捕 他拿着上旗给他留个信息 找到了储存柜中的枪区弹药 可被警察发现 他逃回街头人家管理 中国派遣了大使前来和法国谈谈 理查诬陷刘健一股蛋勾结 大使不相信 在谈判时 大使接到了刘健打的变化 虽然伪装得很好 可还是被理查察觉到了 他派人跟踪监持大使 于是平时 上次毒犯被杀的酒店中 另一名妓女 因为身体不适 在厕所呕吐才躲过一劫 理查担心他出去泄露消息 给他注射了毒品 想以此来控制他 并让他去接上卖淫 妓女想借用餐馆里的厕所 结识了躲在此处的刘健 大使约了刘健见面 可不料 就在刘健打算把录像交给大使时 大使被理查手下击杀 在枪林弹雨中打斗 刘健来到桥下 通过下水道搭乘地铁成功返回街头人餐馆 但不幸在逃亡过程中手臂受伤 他拿出针线自己缝合伤口 街头人剑死 出去买工贷和消毒器 那名妓女进来帮刘健缝合了伤口 可后来一帮黑社会想抓妓女回去接着服务 一顿拨打还为刘健所要了一千法郎 刘健和他们开始打斗 但也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理查手下赶来 用机枪扫射 杀了刚好回来的街头人 刘健带着妓女逃离餐馆 妓女告诉她自己的女儿被查理控制 她要救她 两人约定妓女去理查那里偷入香袋 而自己便去救她的女儿 妓女回到查理这 并告诉她刘健的行踪 然后她趁所有人离开 偷取入香袋逃了出来 两人一同去孤儿院救女儿 可却中服中了理查的埋伏 打斗过程中 妓女身受重伤被刘健带去医院救治 醒来后刘健又追着酒让她沉睡 无此前往救她的女儿 刘健前往理查所在地 一路上打斗不停 最后见到了理查 理查用心理的女儿来要挟 可刘健趁开枪缝隙时间 在理查背后插上了一根针 在龙之吻的致命丝穴上 理查当场暴毙 最后刘健安全带回基尼女儿 是母女二人团聚 自己也成功洗脱冤屈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